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房价高,物价高,生活节奏坏,国际化是人们对它的标签。 从小看TVB长大的我,一直都很好奇,电视机里的世界,现实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当时想去的时候,却好又遇到了疫情。 时隔三年,终于又开关了,而我又终于可以如愿朝圣。 那么初次到来,我决定要入住据说当地最便宜的重庆大厦, 一起一探究竟,看看入住重庆大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验。 为了省钱呢,这次我选取了一个便宜50多块的方案。 就是从广州南坐到深圳北,然后再转去西九龙。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深圳北这个动车站里面去乘坐去西九龙的一个动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身后的这一个是开往南陵的。 这很明显就不是我们要坐的这一辆了。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第一次从内地坐动车来香港的朋友, 在西九龙站到了之后, 还要过一个时长大概10-20分钟的输入静安检。 因为现在通关了,比如时人流量也比较多, 所以记得要预留时间通关哦。 我们现在就成功地到达了香港境内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能要先去冲一下那个巴达通。 因为这边普遍通用是这边的港币还有巴达通的。 然后听说现在内地的客人啊、地地的朋友可以凭着通行证还有手机号 可以去领取一个香港的购物券的啦。 应该就是这里。 然后现在成功地领到这个购物券。 这个手续很简单的, 直接就是凭着一个港澳通行证就可以了。 哇,无浪,我一个月。 我们现在终于出来了。 看地图,应该就是在这条路上边。 那我们的目的地图去大厦。 我们现在进去, 找一下我们今天的住宿。 这里显示了这边的所有的宾馆。 住的就是这一个。 这边的宾馆。 坐电梯。 好,我们到了6楼。 YES。 这边的宾馆。 要多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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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赢票了啊! 这么大只隔马脱街条? 抗原都免费派啊? 认真点? 哦,原来是核酸站那些衣服人员类的桶后的工具。 喂! 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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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6,21。 What?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别致啊 这真的是应验的那一句话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来我们从门口开始 扫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就一张床 然后一个空调 有窗户 但是这个窗户通向哪里呢 看一下啊 哦 这个好像是一个巷子 那感觉就不要打他们了 那么开了 然后这个抽风机 风扇 打刷 这个是什么 洗桶水吧 对这个应该是肥皂之类的 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这间房间呢 我是订了三碗 然后 总共就是四百多块 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在 香港这个地方已经算是非常的实惠了 虽然它 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虚拳的 还有一个 就是这边 像我住这个叫做 经济单人间 它是不包厕所的嘛 就有可能需要跟大家去挤一挤 然后它是不收押金的 很多 其实很多 其实很多 这边好像很多的那些酒店的宾馆 其实都是要需要押金啊 这里是不需要押金的 那么如果大家是没有太多的那些需求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住重庆大厦的 因为它是真的非常的实惠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细节控呢 你可能就 我们一起看一下公共的沐浴和洗手间 虽然小呢 但是其实五脏虚拳 该有的东西都有 像花灑 有马桶 以及放衣服的地方 其实想想一下呢 一堆人用一个地方都很温的 欢迎带上三五自己一起体验一下啦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吧 那我要睡觉啦 关灯 拜拜 嗯 不吵 这里 拜拜 特别人 它是真的非常的实惠 非常的实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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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